今天是星期天 然後星期天一般來說是 我一個最 自我的一天 可以這樣說一個禮拜裡面 最自我的一天 所以結論是 是我今天想要錄一個Vlog 然後其實基本上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一個人也可以活得很愉快 你們等我一下今天比想像中還要熱我去換一下衣服 好我換了一個披薩的衣服 後面有一個 還有披薩 這不是重點 我現在要來吃早餐 一個人的週末呢如果今天我選擇待在家裡 我唯一會出門的 就是我的三餐 或兩餐 像現在其實已經快要11點了 今天的早餐是我剛剛去Seven買的烤地瓜 你們到現在應該已經知道我是喜歡吃地瓜的人吧 買了一個 地瓜 一個茶葉蛋 還有會清腸味的早餐店奶茶 地瓜我還是比較喜歡吃橘色的 黃色的我總覺得 總是有那麼一點不對 到底為什麼呢 不知道 這個週末月是228的Long Weekend 所以我已經連續兩天都完全素顏都沒有化妝了 其實感覺還蠻好的你知道嗎 最近我有在試用新的護膚產品 然後我又連續兩天沒有化妝讓她好好休息 我現在覺得我皮膚真的是很不錯呢 順便跟大家小小抱怨一下 這個一定不是只有我遇到啦 但是呢 因為這個肺炎的關係 我覺得我的感情生活真的是大受影響 什麼意思呢 聽起來好像很ignorant 大家先不要急聽我微微道來 因為截至到今天3月1號為止 全世界在這個新型冠狀肺炎最慘重的災區 除了中國之外就是可能日本、韓國、伊朗、香港等等 那 本來我跟一言的相處知道就是 我們永遠都在計劃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下次要去旅行的地方 我們其實2月、3月、4月的行程都已經排好了 但我們自從2月中從沖省回來之後 就覺得這個疫情實在是太不可預知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觀望說到底要不要去3月跟4月的 結果最後呢 我們就是3月本來要去巴黎島的就整個cancel掉了 然後4月本來要一起去參加一個婚禮的在泰國 然後也cancel掉了 我如果要去大阪或一言要去香港 那兩個都是算重災區的地方 就很不安全嘛 那如果一言要來台灣的話 他又要直接被隔離14天 所以結論就是 暫時性還是不要見面是最好的辦法 只能說這個是我之前沒有想過會有的副作用 可能我這番話講出來之後就會被炮紅 因為就是 我們照顧更大的事情都來不及了 你還在那抱怨你的小情小愛 怎麼樣 我就是要抱怨我的小情小愛 喔跟大家講 這次我看完愛的破這樣之後 我就是心裡有一種空空的感覺 覺得怎麼辦 所以呢我就開始尋找新的劇 但是因為你知道現在Netflix上面 大家很推的那個 Yi Taewon Class 還有My Holo Love吧 那兩部聽說超好看 可是因為他們都還沒有完全出完 那我是一個秉持著 一定要全部集數出完我才會一次看完的人 所以我就聽從了上次有一個觀眾跟我推薦的 叫做浪漫醫生金士福二 我現在看到第七集啊 我本來就是一個蠻喜歡李勝金的人 那我覺得他的演技有進步 然後男主角真的是 Bird Brown的帥 好我也在放花吃了 我們現在就繼續愉快的繼續吃早餐 然後放花吃吧 HOLA OH MY GOD 我要先來開箱一些我最近在網上購物的包包 那這些包包跟我以前買的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比較有品牌的包包 如果你認識我的話應該就會知道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買名牌的人 其實也不是說我不愛 而是第一我不懂 然後第二我覺得我現在賺的錢還沒有 能夠讓我可以去負擔那樣子的生活 當然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可以擁有一兩個包包 你在需要重要的場合的時候可以背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凸顯你個人氣質跟氣場的感覺 加上我今年26歲了嘛 所以就覺得是時候開始讓自己變得不要那麼的孩子氣 不要那麼幼稚 而是a grown woman的感覺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義大利的網購品牌 叫做YOOX 他們來邀請我 然後給了我一些store credit 如果我體驗過後覺得好的話 就可以分享這個網站給大家 先說這個影片不是sponsor的 是他們有給我一些store credit 就這樣子而已我沒有再多收錢 總而言之呢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上面買的幾個包包 網站上面你可以按照商品或是按照品牌去搜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有一些可能不是到真的很當季 但是它的價格會比平常便宜很多 總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才剛剛踏進所謂就是大的品牌 或是奢侈品牌這個不歸路的話 那我蠻建議大家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看看 因為有一些它的價格真的比外面便宜很多 是比較好入手的品項 首先第一個呢是這個Chloe的包包 這個是我跟我姐一致認同覺得很好看的 這個肩帶是比較厚的 然後這邊是絨毛這邊是皮 你如果打開它其實裡面的空間很大 所以一般的錢包手機充電器跟化妝品啊 一些隨身物品都一定可以裝得下 因為Chloe的包包都是屬於比較淑女 然後比較有氣質的 所以我上一搭了一個Mango的仿紗襯衫 然後下面是一個非常Flowy的黑色長裙 最後再搭上我的靴子 還算是蠻俏皮的 因為這個包包的顏色是米白色跟淺橘色 但整體來說它還是算比較正式的一個包包 我要好好保護它 不然我覺得可能被我姐拿去用 但是我人很好 我是一個人好的妹妹 所以她如果要拿去的話 我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 下一個呢是一個很可愛的Michael Kors的包包 其實我已經有背過這個去公司一次 然後我同事就說 那個是你的包包嗎 怎麼很不像你會背的東西 我說 是不是因為上面的花花 他說對 那我搭的就是一個白色的短袖上衣 還有一個綠色的長裙 最後再搭上小白鞋 任何的帆布鞋搭起來應該都會很不錯 這個它裡面的容量是大的 不過因為它這邊的彈性沒有剛剛那個那麼好 所以你在撈東西的時候可能要稍微撈一下 不過呢這也代表什麼 就是它東西附它會跑出來 再來下一個呢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 我覺得最可愛的一個 這個 那就是一個Tory Birch的這個包包 沒有想到我會喜歡粉紅色吧 我是不是一臉長的就像 我不喜歡粉紅色 你就錯了 我不喜歡那種很吵鬧的粉紅色 我是喜歡這種低調的粉色 對 這個包包我搭的是比較休閒一點的 所以我選了一個Uniculo的連身長褲 還有我New Balance的粉紅色布鞋 這一套是不是看起來比較運動風一點 但其實是我自己穿起來最自在的一套 最後呢我還挑了一個這個 算是錢包還是手拿包的 那我打算把這個送給我姐姐 像大概是這樣子 我剛上網看了一下 有一些我買的東西現在已經缺貨了 所以我會放上相似的產品給大家做參考這樣 By the way 有一個東西要提醒大家 就是它可以送到香港跟台灣 但是目前它的網站只有英文跟收美金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這個品牌它的理念有一點我覺得很喜歡 就是它覺得時尚不應該要受季節而改變 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季節 或是不同的產品上找到最喜歡的樣子 跟最適合自己的東西 所以沒有必要好像一定要追逐最新一季的什麼什麼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就是Fashionista 那就是 go ahead 另外呢他們有offer我一個10% discount 給香港跟台灣的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逛一逛 然後如果年中還沒花完的話 是不是另外一個機會呢 maybe 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要回去收房間 因為我今天打算要上一支影片 我還有最後一些特效跟字幕 要把它加上去之後就ok了 所以現在時間是幾點 現在是1點半我打算4點上片 所以我來不來得及呢 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我自己比較沒有自...怎麼選 我也是大概正紅棕色 所以它整個風浮色跟紅棕色 藍色跟紅棕色 紅棕色 好的 我過敏過到快要死掉了 今天的影片是我怎麼調我Instagram的顏色 所以我已經剪完了 我現在要輸出 輸出 ok 好 在等它輸出的同時呢 我要來煮給自己一碗麵 現在已經2點半了啦 所以我餓也是正常的 好 歡迎來到我們家的廚房 媽咪 喔沒事沒事 來煮籤拌麵 我終於跟到公司的團購了那個籤拌麵 我跟你說 這一版真的 這個辣豆拌黃麵真的是很棒 如果說你喜歡重口味一點的 那你可能會喜歡這個多過之前的麻油麵線 我就是這麼其中一個人 這裡有一個蔥蔥醬 還有一個辣豆拌醬 我要先煮水煮麵 將來煮水煮麵 快點 可以 來煮 來煮水煮麵 快點 再煮水煮麵 可以 這裡 把 arrive 天煮 可 日煮 在家 油 OK,6分鐘,and counting 幫忙要留擠 揹這拳 抓起保安 一共 Waar help 麵輕拌麵對不對 好不快 我現在加好資訊了 準備上船 開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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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大概是晚上七點 七點嗎 對晚上七點鐘 我剛剛在看浪漫經 我剛剛 我講什麼 我剛在看浪漫醫生 欸什麼 我剛在看浪漫醫生 我剛在看浪漫醫生經濕夫二 我現在呢要跟我媽去我們家旁邊的胡鬚張吃飯 第一我不想走太遠 第二我懶得想要吃什麼 第三 沒有第三了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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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到嗎 我現在坐在位置上面太久了 所以我要來拉個筋 我要借用我姐姐的瑜伽墊 肥好痠 哇 好痠 這個很棒耶 其實我沒有學過真正的用法 但我就是按摩現在背脊很痠的地方 聽到嗎? 脊椎帶卡卡卡嗎? 就請往前推開 開口 開口 填在大沙灘 就夾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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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人呢 時不時還是要動一下 動完覺得 唉唷 整個人好像舒服一點了 現在呢大概是晚上十點半左右 然後我要去洗澡 希望今天可以早一點睡 因為明天要上班了 最近的生活真的是 一言難盡啊 我覺得我的人生好像有人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 怎麼說 就覺得 就可能我會常常想東想西 想很多 然後覺得阿 我就是又在浪費我的生命 然後覺得自己一事無成 我真的常常覺得自己一事無成 然後什麼都沒有做好 就是就覺得心裡有一點慌吧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我從大一就是會把所有事情都先安排 就是我對未來會有個規劃 然後會一步一步去完成 但是從大學畢業之後 你突然間那個目標就 不是考試或是 不是說找到internship這麼簡單 自從你開始工作之後 你就一直這樣下去 就是你沒有一個說好像 喔期末考 然後就終點 Done 這種感覺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沒關係 可能如果之後想得比較清楚 我再跟你們講好了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用包包頭跟大家說掰掰 Goodbye I got 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r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